无论是外食或是自主 都会面对到肾食的问题 根据研究调查 在美国 每年月有20%多余的熟食被丢进垃圾桶 大家都对肾食感到困扰 不过如果处理得当 也可以让肾食变得美味 也避免浪费 加热剩菜 最多人使用的应该就是微波炉了 不过微波炉也不是适合所有的料理 例如许多人有了经验 就是使用微波炉加热披萨 往往会使得披萨湿湿湿软软的 这是因为披萨放在冰箱时 它会吸收起司与番茄酱的水分 使用微波炉加热时 表面的水分子会引发沸腾 而不是焦化成棕色 所以不再酥脆 再来常用的是烤面包机 气炸锅或是烤箱等 现在的烤箱有很多功能 包括热循环 正空油炸或一键式的选项 这些设置的任何一项 都可以重新加热大部分的食物 无论是剩余的面包 通心粉或炖饭 它们能使面包重新松脆 并使炖饭多汁有弹性 无论是哪种情况 首先请将菜肴加热到摄氏180度左右 然后再找出适合的温度 另外煎锅也可以为剩菜提供出色的效果 使用铸铁煎锅和不锈钢平底锅 也能够重新加热意大利面 咖喱蔬菜等剩食 不过有些剩食 例如汤类跟炖菜 就非常适合使用微波炉加热 微波炉适合处理淀粉类食物 因为微波炉可以帮助淀粉重新水化 并恢复这些菜肴的柔嫩质地 只要处理得当 剩菜一样可以作为下一餐的食物 减少食物浪费 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 不过更重要的是 拟定日常膳食计划 防止造成每餐过多的剩菜 定期处理冰箱里面的剩食 让它们尽早成为餐桌上的一道好料理 而这绝对是最佳的 洗食与环保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